音乐 音乐 绝对不是念念就能成就 没这个道理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知会 能说不能行 于生死 于聊生死出三界 毫无关事 只不过是什么呢 口善而已 不能往生 能说不能行 真正要往生 我以前讲经的时候讲过很多遍 我说三倍九瓶 是什么音造成的 我的讲法跟古来祖师大的说法不一样 我的说法呢 我们把无量受精神的教书 完全都做到了 佛在精神的教 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没有一条 这个人 如果他只能做到百分之九十 还有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十 他做不到 这个人上中平往生 假如他只能做到百分之八分之二十 他做不到 这是上平下生 你从这个一直往生 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二十都做不到 不能往生 我用这个方法讲 你们听到 觉得有没有道理 佛教给我们修行 要醒 经教不能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 那有什么用处 不要说了 口善 心不善 行不善 决定不能往生 所以 心要定在 俗修的法门当中 心要定在十善业道之中 如果我们把心定在十善业道 不求生进度 你将来一定生天 想天赋 上平的十善 生天 这是肯定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